未來的台灣會發生更多的 太陽化的血液 會造成國家社會的動盪 薪資結構吊車尾 立委擔心會再引起民怨上街頭 如今股市和經濟 更是準隔魁林權的新挑戰 其實沒有什麼大事是小碟 所以你現在是幫林權解釋 幫昨天的股票市長解釋什麼 昨天剛好大家都想獲利了結 你這講法有科學根據嗎 他在部長之內他家人多歲 所以院長之內是不是也會加稅 可是我看一看啊 老實講你在部長那內 你也加很多稅啊 所以全部加起來 對 大概將近800多億 但有回饋100多億 所以淨增加700億 在林權當部長的那時候 最低稅負制以及還會所得加的多少稅 對 國庫的增加啦 不是加稅 這樣啦 他其實做兩件很有貢獻的事 第一個最低稅負制大概增加100多億 另外他那個捐贈 土地捐贈他把他的那個缺口堵掉 那個那個堵多少 那個堵這樣啦 那個過去 已經擴充到差不多一年 大概將近500億了 500億 對 原來外傳新政府擬將移證稅率提高至20% 營業稅提高0.5% 也引發潮野關注 所實際科到的稅 除了2010年因為王永慶先生的關係以外 每年不斷的在下降 我是認為看看量出為入 看他需要做什麼 需要的需求我們再來找財源 那這些都是制度的改革 需要越來越多啊 因為我們提到很多啊 有的包括說去欣賞音樂要扣除 所以去看要棒球要扣除 張生河卸任倒數65天 透露財政局常務次長許愉哲 跟前健保局總經理朱澤民會是口袋名單 但面對新舊交接問題 該怎麼解決攸關民眾生計 東森財經新聞代字尾沈玉騰 台北報導 給大家看